给 不能试 谢了 小野 你知道啊 都震了半天了 谢了 顾峰哥 你扛那么装机器还帮我背包 你这包帅啥呀 想当年我去西藏拍纪录片 那海拔四千米 我扛着摄像机给拍 顾峰哥 我去电话 喂 灵芯 你找我吗 今天什么时候交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 男朋友 天地良心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事 我要知道这事 我能憋得住啊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马上马上 我怎么不知道 他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他不会是被骗了吧 反正这事真的挺诡异的 你不是调查记者吗 你赶紧调查一下呀 对不起 老师 我 我实在是有 忙 对吧 孙年妈妈 孙年转学过来一年了 您家长会没来过一次 班级群没有加过 是我哪个家长不忙 孙年会在班上欺负女同学 就是因为你们家长忙于工作 忽视家庭教育的结果 对对对 老师 您批评得对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孙年妈妈 您回去吧 孙年去上课 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家孩子 你还是得照顾一下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他发过你照片了吗 没有啊 那你就不怕他长得 长得特别不符合你的审美吗 他长得什么样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契合 我也就想试试 看看我们俩要是换种关系相处 他能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给我带来素材呢 李老板 你谈恋爱为的就是灵感啊 对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但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还是味之灵呢 想想都有点小兴奋呢 太艺术家了 喜艳牌 过强了 过强了 我想要闻你 用尽力气去靠近我 直到你将我的热情全部榨干 成为爱的祭品 只有你 才能扑灭我的火 我心中的和手心里的火 什么叫扑灭我的火 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黄色肺料吗 臭流氓 这部分我还能接受 毕竟年轻男孩对女性充满了幻想 但是他的微博里有很多 对死亡的注解 还说什么消亡 是浪漫的永恒之美 之前还有一幅作品 是致敬了马拉之死 李静静 你确定她的心理状况 没有问题吗 这不很正常吗 她是雕塑设计师 她对美和生命 有自己的理解 那她也开工作室 她不做流水线 她只做艺术品 拍卖的那种 不不不 她不卖 她只参赛 她以后是想要成为 著名的雕塑大师 就是把作品放到艺术馆的那种 所以她是没工作吗 这不是工作吗 不挣钱叫什么工作呀 她靠什么生活呀 肯老啊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种人的呀 你现在对她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我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我不同意 李健健跟这么个啃老的怪人谈恋爱 你也不想想办法 你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你是指哪方面 李健健的审美啊 他们在校论坛的雕塑板块 已经认识四年了 很交心 一直以作品会友 也互相欣赏 而且也知道对方在同一个城市 却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 那为什么对方 会突然提出交往请求 日久双情呗 李健健和他的作品 都在雕塑展上展出 前几天李健健去看展 对方兵鸟去了 你是说 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如果见过面 李健健没有必要瞒着大家 所以 最大的可能性是 对方已经见过李健健了 而且 对李健健的长相也是满意的 所以 才会提出交往请求 那就是建设起义了 完蛋完蛋 我本来还指望他们死于奔现呢 就让他们死于奔现 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吗 你的咖啡店是营业是在周日吧 对 让李健邀请他来 对 与其让他们单独见面 不如让我们一起 后悔你的人 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占据主意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会同意你 杰杰跟这种人在一块的 这什么药 好 卫生素A币 胡萝卜素 日常保健 活得真精致 好 欢迎光临 现在才真的感觉贺子秋飞上枝头了 这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这妹妹开这么好的咖啡店了 我也想要哪儿给我开咖啡店 喝了吧 我可不背这锅 她这是在自己创业 老板来了 您和您的朋友需要喝点什么 以后我们可以免单吗 当然了 既然李先监是这儿的老板 那我们就是老板闺蜜 收钱像话嘛 我以后我就经常在这儿谈生意了 赵的服务生好帅啊 赶紧拍机场 还蛮像样的嘛 看来你们都挺喜欢的 也就一般 六寸而已 这是什么呀 你快打开看看 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还有开业礼物呢 你看看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种金产物经常标的 祝你生意兴隆 行 紫秋 你这个店能赚钱吗 开什么玩笑 不赚钱的话干吗开店 这个位置的转让费 和租金应该都不便宜 不赚钱 不赚钱 我现在就想知道 李健健 你那个网恋对象 到底什么时候的 录上了录上 你们第一次见面吗 紧张吗 有点担心 我们都在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她不喜欢我 喂 然 到了吗 灵感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快回去吧 加油 加油 加油